嗨 你好 这是零零总总 今天就是我30岁的生日 请把兽笔男杉打在弹幕上 分子钱 哪里不你 我之前有在动态跟大家说我要做一期Q&A 然后收集了很多问题 我把这些问题呢 就是大概分成了几类 所以我打算一类一类的来说 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第一个问题 请问大妹子你手臂上纹的是啥 这个三角形是我当时 我想我的生活状态变得稳定 但是纹了也没有什么卵用 这个是为了信念我母亲闻的 You are always in my heart 上面是她的生日和她的季日 就很简单 我没有其他纹身了 第二个问题 有很多人快我长得好看 我真的很开心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小时候长什么样子 首先这张 这个可能是我两岁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皮肤也不白 然后也没鼻梁 然后这个可能是我稍微再大点四岁左右 就依旧还是比较黑 没有鼻梁 然后到了大概十岁的样子 就是有没有看出 有一点东南亚那味了 但其实我还是有别了 然后我大学的照片是更惨不忍睹 就我大学最胖的时候是120斤 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吧 就是真的是长得很像月云鹏 就大家能不能从这张照片里面看出什么 就其实我以前是有地包天的 我12岁的时候又整过一次牙 因为我后来没带保持器 所以我就又有点反弹 所以我24岁的时候又整了一次牙 就如果你从侧面看我的脸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点地包天的那个痕迹在的 但是正面看的话就还OK 我脸上其他地方没有动过 一边是外双一边是内双 我连动双眼皮的勇气都没有 跟小时候比的话我确实变白了 然后再加上我确实瘦了很多 我现在大概是96左右 还有就是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知道很难说了 推荐一下最近觉得不错的书和电影吧 然后姐姐平时读的书是怎么找到的呢 是惯书店看上就买下来 还是有明确的目的去看哪一本书 说实话我现在有一种公费看书的感觉 我既然是一个科普博主 那我确实是得有目的地去找书 比方说我会在豆瓣上去找什么动物的 然后生物的 心理的 一般是我只会看八分以上的书 我很少在实体书店上有挑到我感兴趣的书 我还是觉得在网上找书 就是那个选择的范围更大一点 尽量年底给大家攒一个书单出来 接下来就是恋爱的问题 我发现你们对我的情史很感兴趣吗 我还没有交往过哪个男生 我会在朋友圈里面发我们两个人照片 或者是我会带他去见我爸或者是我朋友 就一直都还没有遇到能够交往到这个程度的人 然后你们问我择偶标准什么 我没有明确的择偶标准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喜欢什么类型的男明星 国内的男明星啊 我喜欢朱雅文 黄轩 张寒宇 彭于燕 还有李黛 你品 你细品 就我的梦想就是当大哥的女人 但是一直都没能圆这个梦 这个问题我还挺想回答的 林姐会喜欢女人吗 你太适合公了 自己考虑和女孩子在一起吗 我一直很好奇 我自己在鸡圈会有市场吗 就我会欣赏女孩子 就我会觉得这个女孩子好漂亮好性感 但我就从来没有那种我想把对方扑倒 或者是我想跟她交往 所以我应该是一个钢铁侄女吧 那关于恋爱的事情我就不说了 我接下来就说一说焦虑的问题 我发现我的评论区真的好多人好焦虑 有什么高中生的焦虑 有本科到研究生的焦虑 还有出入职场的焦虑 其实大家的问题 大家的焦虑点其实还蛮类似的 准高三很迷茫没有学习动力 作为一个高三生想问姐姐如何在高三一年保持状态 有什么目标可以激励自己学习 我就只问你们一个问题除了你们去考大学 你们还有没有其他选择 就你家庭的条件有没有允许你有其他选择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只能好好高考 我在1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刚刚做阿富足不久 然后有一个粉丝 他是当时是高考吧 因为他当时有一点恋爱上的问题 他就觉得他有点会影响到他要高考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 你现在唯一能够做好的事情真的就是这一件 就是我就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高考失利了 你没能上大学或者没能上很好的大学 那另外一个人会不受你的人生影响呢 其实他并不会对吗 你唯一能够做好的事情就是把你自己的人生顾好 我不知道他今天会不会看这套视频啊 反正他后来有去到同济大学 是一个很喜欢生物的一个男孩子 他后来有跟我说非常感谢的话 他觉得就是还好就是有好好的努力去考上大学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理解的焦虑是什么东西 你欲望很大 你能力很小 你一直够不上你想要的东西 但你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一定会像一件事情妥协的 你要么就坦平你承认自己非常普通 要么就是一直不断的努力的让自己去达到自己的目标 很多人的焦虑就是你既不愿意对你的欲望做妥协 你对你的期待很高 你又不能提升你自己的能力 那请问你不焦虑谁焦虑 我觉得大家要对自己有点耐心 你20岁到25岁之间 你就是把它当做一个经验积累的一个时间 但是你是要带着脑子去经验积累的 职场上什么样的人会被淘汰 你能力也不是很突出 你又没有办法到管理层 这是你可以预见的会被淘汰的原因 如果以这个为目标的话 你要去想一想 你现在应该去培养一些你的什么能力 还有人会问我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什么给自己做职业规划 我就是一个从来就没有一个明确目标 我将来要去做哪一个行业 或者说我要做到什么程度的人 20岁的我不会知道 30岁我会做短视频博主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B站还没成立 而是我到了28岁的时候 刚好短视频开始需求变大了 成为一个短视频博主的门槛变低了 我身上所有知道的知识 我对一个视频的感觉 以及我自己的一个学习能力 我可以去学习剪辑 我之前所积累的这些东西 让我顺势的成为了一个短视频博主 那我在这个行业内 我能不能够成为百大 那全看我自己接下来的学习和努力 你任何时候都有时代机遇 但是你有没有抓住时代机遇的能力呢 就是以你之前所有积累的知识 你的想法 你的洞察 能不能够让你看到机会的时候抓得住呢 大家真的不要小看积累的力量 你所有在你生活当中积累的知识 你看过的东西 有一天一定会回报给你 焦虑的问题我就不说了 我来讲一下执行力 请问林林有些必须完成 却一直拖着的事情 如何说服自己高效率的去做 非常感谢 关于执行力这件事 就是我自然我还算是一个比较自律 然后执行力比较强的人 我告诉大家为什么 我其实从小一直都会有一种紧迫感 就是我希望我尽快独立 我希望我可以尽早的 可以让我父母不用担心 因为我父母年纪要比较大 我就很怕他们中途 谁会就是先生病 然后我又没这个能力 所以每当我这件事情 在犹豫我要不要去做的时候 我心里总有一个声音 就是这件事情 如果你现在不做的话 你会不会后悔 还有一个就是 这件事情的最坏结果 你能不能接受 能接受的话就去做 马上 每一次我一想到这两个问题 我这件事情可能马上就会去做 并且之后有一件事情 让我非常庆幸 我有一个这样的心态 有一年我就赚了五万块钱 就是那是我第一年盈利 我之前一直很想带我爸妈 就是出国游一次 我自己也没有出过国那个时候 我就想带他们去泰国抱个团 就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你临近春节的时候去抱团 是很贵的 那个时候是七千块一个人 我们三个人可能一共花下来 可能就要花掉两万五三万这样子 那其实就是把我这五万块钱花掉一半嘛 那我当时就会有一点犹豫 就是好像确实太贵了 要么下一次 但是我心里面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觉得 也许你之后会很忙 你要是这次不去的话 可能你就没下次了 还有就是我确实有一个习惯 就是我经常每一次 为了说服我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我都会觉得这是我最后一次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那年就抱了个团 带我爸妈去了一下泰国玩 玩得很开心 然后回来之后 我妈就查出癌症复发嘛 然后再过一年多她就去世了 我从这件事情之后 包括我之后陪伴她 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 我都非常坚定一件事就是 你想做什么就赶紧去做吧 这可能就是你最后一次了 你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做了 那一次旅行是 我带她第一次出国游 然后也是最后一次 在这件事情上 我一丁点的后悔都没有 我觉得很多人焦虑以及拖延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你们太怕失败了 但是我跟你们说 你年纪轻的时候 其实是你最可以冒风险的时候 你又没有家庭是吧 你存款也没啥 你要拼的话 你拼一下就好了 就如果你真的想要 成为一个你自己人生做主的人 你执行力很强 你想做什么就做的人 你不妨问自己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这件事情 如果你现在不做的话 你以后会不会后悔 它会不会成为你的执念 然后第二件就是 你最坏的结果 你能不能接受 第三个就是 你问问你自己 你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如果你真的有更好的选择 你根本不会在这纠结 对不对 然后第四件事情就是 你做好这件事情 是不是你自己受益 如果是的话 那就赶紧去做 真的 干它就完了 想那么多 什么都不干 你还指望你要过得比别人好 怎么可能 第六百个问题 请问 灵灵的梦想职业是什么 除了做up出 我其实没有什么梦想职业 我从小就没有一个明确目标 我以后得干什么 我到现在的人生都是走一步看一步 我不会去做很长的一个规划 但是我有幻想过我的老年生活 我希望我可以去学大提琴 我希望我可以开一个酒吧 我还想去学调酒 我希望我可以重新画画 我希望我可以 中老年的时候可以去完成它 爱情跟事业要怎么偏重 姐姐就一句劝 搞钱 搞钱 就算你没有爱情 至少你有钱 最怕的就是 你又没爱情 又没钱 有钱是不妨碍你快乐的 但是爱情搞不好 会妨碍你快乐 现在的状态是20岁时 所期待的30吗 然后到30岁焦虑吗 对未来恐慌吗 现在是什么心境 我觉得20岁的 我就是个傻逼 就是因为 你才20岁左右的时候 你什么都没有 你又没有钱 又没有人生阅历 就你看过的东西 也不够多的时候 你真的是除了年轻 啥也没有 随着你的年龄 你的阅历增加 你手上能够掌握的东西 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 你的焦虑会变少 当然会有新的焦虑 但是你不会像20来岁的时候 那么慌乱 在当up主之前 你有过一小段 很焦虑的时候 相当于我是在转型的时候 成为up主以后 我就不焦虑了 就是我自己也很感兴趣 我每天都能学到新的知识 然后还能在这份工作上 找到一点点小成就感 和一些意义 我觉得这是我目前最棒的工作 就算我再过个两年 我没能成为百大 我好像也能接受 我最开心的记忆 其实就是在杭州的这十年 20岁到30岁 刚好这十年 我在这里有交道性的朋友 一直都是有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在这里还遇到了一只猫 我跟甜甜是17年的时候 我生日 也就是今天 我在楼下捡到它 所以我跟它刚好四年 我希望甜甜可以活得久一点 虽然说中途 确实也有很伤心的事情 但谁都会经历一些坎的 总说会过去的 如果说看我20岁 我觉得我有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对我自己很满意 OK 谢谢大家陪我过生日 今天我们四周年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